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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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會說二的同學 我名字是叫張美 我是一百零七學級部 定義學級去波爾夫 波爾夫王夫 周翰的學山 然後今天我就簡單幾點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們學校 這個是我們學校的名字 它是波羅蘭的 波羅蘭它的... 這個城裡面的一個科技大學 然後它名字就是... 不像台灣的 台灣的名字叫做科技大學的名字 它就只是揮遍平台的字 然後波羅蘭斯卡 就是這個城市的名字 然後這是學校的名字大學 然後我們學校旁邊很漂亮 就是有一個很長很長的 從我們這個城市 流到往下一個城市 所以這個是在春天或夏天 或者是接近抽禮的時候 還可以看到很多服務 然後到冬天的時候 會進行個結定 然後我們城市有一個 很可愛的帶領人 就是你可以在很多地方 都看到這個小海的一個裝飢 這個是我們學校的語言中心前面 它就有一個小海的 它在看客外組 應該是在讀書 因為它是在我的語言中心前面 OK 然後因為我是研究成員 所以我選的課程跟大學成員 比較不一樣 這邊大家去參考一下 因為我在台灣 因為我上演出的時候 常常會讀書 然後在突然他們的研討會課程上面 他們比較多重視的是 學生跟老師之間的討論 所以主要就是把你寫的論文的進度 然後就拿出來跟同學老師分享 然後再會對你的主題討論 就是因為他們不是在寫 他們也會給你一些 feedback 然後你在聽別人講的時候 你也可以比他們也會很快 OK 然後這我就拿了兩個課 因為其他還有很多課 但是時間也不前 所以我就拿課內和課外一個 課外的話我選的是體育課 因為常常這個學校 比較換聲音的話 或者國際學生只能選一門體育課 然後我選的是Highting 然後這一下子都是我認識的教育學生 然後演一個是過來的 因為剛開始上課的時候 然後有一點好笑就是 如果一直他就是會用波蘭的上課 因為他是跟當地的學生 一起上這部體育課 所以一開始什麼時候 我幾乎就是都聽不懂 所以還好有一個波蘭的稱 他很認識 幫我翻譯了講的內容 然後之後上課的時候 也陸續認識了很多國際學生 所以課等之後就滿好的 然後右邊這張圖是波蘭的一個山光 它沒有很高 然後就是海底育課都不會太難 因為就是初階了 所以爬的高度 就差不多是八百五三 這座 還滿輕鬆的 然後住宿的話呢 其實你也可以選擇自己外宿 但是我覺得 因為住宿的話 就是離學校很方便 然後 住宿晚上就知道 就是你會跟各國的學生 會有一些交別 然後波蘭它的鄰居主要有 烏克蘭和白尔鄰居主要有 所以你跟鄰近學校 鄰近國家的學生 也會有進一步的交流 然後缺點呢 就是就是我們住的房間都是 雪林 就是大概兩到四個人 或者是更多去雪林房間 所以你可能 如果你比較住做隱私的話 沒有辦法選擇單人房 對 然後下一個就是 波蘭的飲食 大家可能都會覺得 波蘭的飲食 主要不是這些東西 麻雷薯啊 然後麵包啊 各種類的酸菜啊 這些嗎 其實不是 波蘭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左上角那個波蘭的甜甜圈呢 其實你會在很多地方看到 因為它很常見 主要就是 他們不會把甜甜圈中間搓入洞 他們的甜甜圈長得像麵包 然後有很多口味 左上角這個土色 有些傳統的口味 是玫瑰口味 然後上個禮拜四 是他們的 因為波蘭是一個 天主教為主的國家 所以他們還是有一些 跟天主教教官的合同 上禮拜四是整個 從聖誕節結束派遞之後的 有點就是熟悉的最後一天 所以他們大阿 會可能吃一個甜食 所以很多人都會吃的甜甜圈 所以甜甜圈的那個店面 我們就會大把傷弄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中間那個 不完的酸湯 叫做Julek 這個很特別 它是一個硬麵包 它做成這種軟的形狀 然後裡面就是會放很濃很濃的濃湯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 把麵包從裡面拔下來 然後沾著濃湯去吃這樣 然後左下講 就是看起來很常見 台灣的湯麵 然後波蘭其實也有 然後這裡也是 跟他們有一個 傳統合作比較有關 就是他們禮拜天 會做濃湯麵 跟他們的家人 和朋友一起吃 然後右上有這個很特別 我很印象深刻 這個就是 他們會拿那個 音速華人去做蛋糟 他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音速華人可以做蛋糟 我一開始也覺得很奇怪 然後這個是他們 右邊這兩個是他們 聖誕節的時候 常常會做的一個假常菜 然後這個是類似點心的東西 然後這個叫做 它是羅素湯 它是... 因為波蘭有很多甜菜 就是紅紅的那個 然後去熬成湯 然後白白的那個 是類似水餃 或是滾燉的東西 但是他去把它放在湯裡 在那碗上的滾燉湯 就是波蘭版的滾燉湯 然後很好能量 OK 然後大家比較關心的就是 去波蘭一趟會花多少錢 這邊我列了幾個主要的花費項目 第一個是學費 學費講的事情大 所以大不用擔心 是講突然學校的 然後第二個 學達費的話 我覺得主要是花在書籍和獎醫 書籍和獎醫就是看你的科系 像我研究所的話 主要就是用... 就是電腦打 所以比較少這方面的花費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 就是會念一些圓課 然後說外 所以他們就會買獎醫和練習的 所以可能就會有額外花費 然後第三個是住宿費 因為我會用住宿 然後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我住的宿舍去年 我去之前 好像是四百塊每個月 但是我去的時候 那總共就不快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剝地對坦地的話 現在大概是1.8不用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水電費練習 所以大概每個月 就是差不多六百到七百幾間 對,然後五個月花價 換成坦幣差不多三萬 然後再來就是生活費 我自己給自己估 一個月的坦幣一萬 然後反而就是你這個用話 比較少就可以到下個月 就是推薦的行銷 然後五個月下來 大概就是抓五萬多左右這樣 然後來回機到台灣 和我那一城市之間 我是買不停的 就是可能一去的時候 還要再轉一下 其他交通工具 然後大概三萬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 這個彈性就比較大 因為有人可能會常常出去玩 或者是你會比較想要去 國外買一些東西 所以這一點幅度就有點大 所以我就跟大家去斟酌 然後其他文化交流的話就是 主要是你可以在上課的時候 認識很多國際的學生 那課外你也可以參加 我們學校有一個 ESN的國際組織 然後你參加他們 他們可能會帶你們去 像是開始拍攝的時候 會有做文化交流的活動 然後大概維持一周 他可能會帶你去認識這個城市 然後或者是帶你們去了解一下 當面飲食或者是學校的整體的規劃 再來就是Cooking 他會帶你煮一些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不知道怎麼煮 但是他們都 就Cooking他們都會帶你們 再來就是Cooking 這也是還滿常見的 再來就是其他學校以外的活動 他會帶你們出遊去 不然其他城市 或者是周邊的國家 都會淘汰你們 因為也比較不方便 然後錄影的話 大概就是在城市附近 然後最後就是 我是中間的那一集去的 他們就會帶你去滑球 我覺得他們還滿酷的 因為我是第一次看到你們 在這個集氣 對 好 那就謝謝大家 有問題可以怎樣都會 謝謝